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瑋恩 錄影的今天是4月10號 最近兩個多月來全球注意的都放在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 COVID-19 看你要怎麼叫它所帶來的影響 我們除了遵守在自己國家的規範認真防疫之外 也想藉由這個機會 透過影片跟大家聊聊這次肺炎疫情 對我們一個在東京 一個在台北的旅遊頻道的YouTuber所造成的影響 我覺得就是我的工作 幸好我在從事的地方是在IT產業 所以並不是像那種傳統產業 需要人與人互動 然後也沒有實際的物品上的接觸 所以在家工作其實並沒有帶給我太多的困擾 但是呢 就是跟我團隊人也有這樣聊過吧 就是說其實原本大家在辦公室這種相處和人的狀況下 然後在現在這種狀況下呢 大家就是沒辦法跟對方接觸 所以其實都會想 就會回想起來就是 當初能夠跟大家做在一起工作的那種感覺實在是真的還不錯 那這是我目前正值的一個工作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我做東橋的部分呢 從肺炎疫情爆發之後 基本上所有的之前做的Case都全部都取消了 然後文恩也是好幾個月都沒有來東京 那除了當然是很想他以外啦 影片現在的庫存其實是真的有點不夠 那也蠻慶幸說就是之前啊 我們的東京走的橋在 文恩還在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真的是超級無敵狂拍 超多影片 然後 所以現在大家可能看到我們的影片啊 都是那種可能兩三年前或是一兩年前所拍的 或許是在肺炎疫情的狀況下 我們可能比較能夠讓自己更有創意一點點去經營這個頻道 因為沒有新的素材就沒有辦法產出新的影片嘛 那我們就要在家裡去好好想說 怎麼樣去生產出新的影片 怎麼有新的主題去拍 那首先來聊聊大家最關心的錢 也就是對於工作上的影響 個人方面的話 因為我本來就是全職的YouTuber 簡介都是我從家 所以對於生活做起其實沒有到太大的影響 但是就是跟大家一樣會減少不必要的出門 好那主要的影響呢會落在 因為我們主要是接旅遊的業配的頻道嘛 那在這個方面的話影響就會變得非常的大 第一個就是呢 旅遊業它其實是首當其衝 那原本談好的一些案子 跟之前正在談的案子呢 其實都延期了 那更不用提一些潛在的案子它帶來的損失 比方說 之前大概從一二月開始就有在談案子嘛 那從可能三月份一直到疫情 接下來減緩的期間也許到六月或是下半年等等 在這段期間 我們有可能接到卻沒有接到案子的損失 那所以現在其實暫時呢 我們也都只能剪之前存下來的影片 那還有重新組合一些主題的影片 然後相信大家最近在我們的頻道應該有看到可能 比較大部分的片除了有一些是之前存檔的以外 可能有更多是也許一年到兩年多前我們所拍的 那我們利用不同的角度去重新的組合 比方說Bob最近剪的一些東京近郊又或者是關係之前旅遊的組合的影片 這一次的肺炎的疫情對於我們的收入來源其實是有滿大的衝擊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頻道還比較小嘛 而且觀看書不穩定 所以帶來的收入呢其實是相對少的 第二個就是呢 因為我是在台灣嘛 所以我其實本來就需要定期的出差到東京去拍片 那黃金洲的拍片計畫呢 也因此整個取消 黃金洲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呢 就是在四月底到五月的期間 有一個大約長兩週的日本的連假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即使有放連假 那我現在也不可能再坐飛機到東京去拍片 那下一次要再等到日本有長的連假 而且呢還必須要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況之下 搞不好會是今年的年底了 那其實對於我們製作東京日本旅遊的YouTube頻道來講 其實出片的壓力相對會變得比較大 那之後可能就會變成是由Bomb他出外拍攝之後 多拍一些內容 那我在台灣就更多是負責剪接的工作 這次肺炎當然是對日常生活造成不變的地方 因為像比方說 在日本啊 口罩也是買不到吧 那我可能就是 好久好久才會一次看到在便利商店 或在超市裡才會出現口罩 然後當然如果有出現口罩的話 大家也是去搶購 我之前在唐吉哥德就看到 餐吉哥德外面放了一箱口罩 然後大家每個人就 就是像掏金一樣過去去搶 搶這些口罩 那其實看起來也是有點可怕啦 基本上餐廳 雖然還有在營業 但是有縮短營業時間 然後當然也有些餐廳 就乾脆直接不營業 然後超市 幸好超市在吃的東西方面呢 就是都還有貨 所以不用擔心說就是斷糧等等的一些問題 好那至於對於日常生活上的影響 其實剛剛有提到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是在家工作 所以並沒有到太大的影響 那我就是盡量只出門買食材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 所以有時候其實最近也變得比較常在家裡煮飯 然後呢 出門的話當然就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並且保持社交距離 那包伯身旁的朋友 當然有台灣人也有外國人也有日本人 那就包伯的觀察 就算我們現在沒辦法跟他面對面見面 但是在群組啊或是在聊天的狀況下 可以發現就是說 有一些人他們是非常非常的恐慌 那也就是變得非常非常的敏感 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會很在意 那當然就是恐慌到開始爆買東西的人也是有 那當然也是有些人就是把這個事情看得很嚴重 但是他們並沒有就是覺得說會天主地滅 然後就是會家破人亡 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那怎樣的想法是正確 怎樣的想法是錯的 那我就不騙在這邊下評論 但是我相信大家每個人都把這個事情看得很嚴重 然後也希望這個肺炎疫情的時候 趕快度過 然後大家回到我覺得正常的生活 那有一個之前在東京認識的朋友 其實他原先就是從台灣被外派到東京去工作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之前在東京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要工作從家 那最後其實他索性在多種的考量之下 他就決定要回台灣 那當然他是在疫情才剛剛開始還可以正常出入境的時候 就回台灣了 並且他也有做到自主的居家健康保險14天 所以並沒有什麼違規的地方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次的疫情對於全球各地的人都造成滿大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呢 其實我有聽到滿多在之前在東京認識啊 或者是目前正在國外工作或者是上學的朋友 例如像是 我有看到的新加坡或者是紐約等地 那在他們的Instagram Story裡面 其實他們都有發表一些 他們目前是在家裡工作 又或者是說他們直接在家 然後利用線上課的方式 會PO一些像這樣子的線動 那我也有確切的感受到其實 台灣以外的地區啊 反而我覺得近期的防疫的措施 還有防疫的氣氛 其實變得很強烈 不像之前可能新聞報導就是 大家是毫不在意的 那也不得不說 我覺得台灣這一次對於疫情的掌控 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那也提醒大家千萬不要松懸 因為這樣子的成果其實是得來不易的 那如何要繼續的保持目前的情況 不要再變得更加嚴重 其實我覺得才是接下來的一個很大的關鍵 另外啊像我弟目前是在美國念書嘛 那大概一個月之前就已經不需要出門上課了 那目前他都是在線上上課 而且他是住在披茲堡地區 那基本上他之前跟我聊天提到呢 餐廳已經是不接受內容 然後只能外帶 那現在的話可能管制應該也許又更嚴重了一些 然後另外呢他其實也都只會領過就是出門去超市 因為他必須還是要買食材嘛 然後還有一些日常用品 但是盡量可能的話就是完全的不出門 那另外其實他目前也面臨到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 就是在這樣的時間點 其實他即將要畢業了 那其實他已經找工作大概 應該有一兩個月以上 那投递也超過可能一百份以上的履歷 但是一直到最近才有得到一兩個 有過第一或第二階段面試的機會 那這邊也希望就是如果觀眾朋友們 有在美國工作的經驗 或者是你目前正在美國的人呢 可以分享一下沒有什麼 對於這次的事件或是找工作有一些好的看法 可以提供給我弟參考 那最後呢我想講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這次的疫情真的死掉滿多人 然後也很多人得病 那也希望就是 得病的人能夠趕快恢復 然後這個疫情可以趕快結束 大家能夠回到戰場的生活 那當然疫情在發生的這段期間 這也是給我自己一個警惕 大家可以多多的傳個訊息 關懷身邊的朋友 關懷身邊的家人 或是關懷自己的同事等等的 就是即便是一個短短的訊息 就夠讓大家感到一些溫暖 那在這個沒辦法跟大家見到 面對面的這個環境下 就是目前也只能用這種方式 讓大家保持聯繫 那我想要跟大家說 就是雖然我們是帶來大家歡樂 還有帶來大家資訊的一個旅遊頻道 不過在這種辛苦的時刻 還是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Bob最近的生活情況 然後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最近這一段期間都在幹嘛 那也其實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就是之前我有在Instagram story 有詢問大家這次的疫情 對於你們的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一起來分享 讓大家知道 其實在這次的疫情之下 你並不孤單 以上就是這次跟大家來聊聊 肺炎疫情對我們兩個人的影響 那你再次呼籲大家 一直到全球的肺炎疫情 都見趨穩定之前 請大家要記得盡量配合政府的政策 能夠不出門就不要出門 一定有出門的需求 也請記得戴口罩 勤起手 保持社交距離等等 如果我們的觀眾有醫護人員 或者是與肺炎相關工作的朋友們 東巧在這邊向各位致敬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也祝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 健康地度過本次的疫情 之後再來東京聞吧 我是鮑勃 我是瑋恩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